在纪录片与古兽同行中 登场过一种奥提木的野兽 它看上去有点像现在的野猪 但体型更大 尖高足足有两米 和犀牛差不多 瘦大的头颅 长而锋利的拳齿 以及催壮的四肢撑起的扣重躯干 充分显示了 这是头不好惹的猪 这就是被人们称作终结者猪 或地狱大猪的巨猪科 也就是现在改名之后的西科 虽然外形和猪相似 但西科并不是猪的祖先 西科的脚上的侧脂很早就退化了 它们演化成了只有两个指的偶提动物 而直到今天 猪一就是长着四个指 西科最近的亲属其实是河马还有精类 它们和已经灭绝的石探兽 安士兽 共同组成了精凹齿形类 长得像猪 只是为了站稳生态位 趋同演化的结果 四千万年前 中史心是晚期 绵羊大小的史稀 出现在了中国大地上 比它稍晚也更成功的族群 则是短面西 它们在史心市的早中期 占据了云南西部地区 并一路北上 在史心市晚期抵达到了亚洲的北部 和北美的西部 完成了西科的第一次大扩散 在身体结构方面 西科的演化呈现了两个特点 一个是变得更善于奔跑 并为此演化出了大长腿和长脚 以及更加硬直的背部 第二个是头骨变大 体型也增加 到了践心市结束的时候 大猎息的体长已经飙到了两米 肩高1.2米 最大的个体 近头骨就有80厘米 肩部高约1.5到1.6米 体重超过半吨 这是当时北美动物界 恶霸级的存在 西科的性情也相当凶悍 十分好斗 除了猎尺兽 没有动物敢惹它们 在繁殖季节 成年的西科成员会利用自己的大口 互相撕咬 争夺领地和配偶 其激烈程度 毫不逊色于现在的河马 在众多成年西科的头骨上 尤其是鼻竇上方 常见大的咬痕 以及愈合的穿孔 在实性方面 大多数西科成员的顿尺间高度磨损 这说明了 它们的食物坚硬而是粗糙 它们的前膜牙尖端 则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柄状牙齿磨损 这在现在的猎狗身上是非常常见的 目前的看法是 西科是一种杂食的食服动物 化石证据还显示 这类动物可能会去捕猎 在怀俄明州 怀特河祖发现的 早期骆驼科动物的尸体残骸上 就留下了西科的痕迹 也就是在践新式晚期 西科成员就开始沿着体型变大 而且变怪的路线上 一路狂奔 1800到1900万年前 史新是早期 西科巅峰 犀牛大小的孔河西 在北美登场 把这一眼花路线推向了高潮 孔河西肩高接近两米 仅头骨就有90厘米 这是西科已知的 最年轻也是最大的成员 他们和亚洲的大块头 富巨西共同撑起了 西科最后的荣耀 然而变大总是很危险的策略 1700万年前 西科彻底消失 族群全部灭绝 我们至今不清楚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西科的生态位也从此空缺 再无填补准 但时间不会停滞 就在西科消失的同时 如此像离开非洲 并进入到了欧亚大陆 巨大的选穷也开始开疆拓土 新的巨兽传奇 要开始 去年轻人的巨兽传奇